倔明相,历烦恼,不生不灭, 作与长吉,如是三昧也,古人深也。 这个地方,还是讲三昧长吉。 观法如画了三昧长吉,这两句话意思很深。 要把它讲透,是要很长的时间。 如果不透,我们就得不到收用。 真正透了,这个收用啊,真的是。 这是,像方栋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 总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看破放下。 看破是了解四十真相。 那放下什么呢? 放下分别执着妄想。 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这正过了,这就有成就了。 由于菩萨们常心中道。 祝一切如画的妙观。 啊,佛就是真正了解四十真相的人,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他的观念不相同。 啊,我们是凡人。 奇心动念,都是妄想分别执着。 啊,他们,一言见色,二闻身。 所以,六根借出外面六层境界,他有本事,不起心,不懂你,不分别,不知处。 这就是他住在恒生禅定当中。 啊,这种禅定有什么好处呢? 啊,我们现在知道了,智慧从哪里来的? 从清净心来的。 啊,烦恼从哪里来的? 烦恼从妄想里头来的。 就是染污的心。 啊,我们现在心被染污了。 严重的染污,自己不知道。 所以深烦恼,不深智慧。 啊,祝佛菩萨也是人呐,是人修成的。 佛菩萨不是神仙呐,啊,只不过,他有本事放下。 啊,放下执着,不执着了。 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 这个在佛法里面讲,这三样都放下了。 啊,分别,执着,起心动念都放下了。 这个人就叫做佛陀。 佛陀是印度话。 意思是,圆满觉悟的人。 啊,如果,他只放下,执着分别。 起心动念没放下,这个人叫菩萨。 啊,智慧是先前的,不圆满。 啊,如果只放下,执着,分别都没放下,这个人叫阿罗汉。 啊,虽然,这修正的功夫不是很高, 但是比我们人间天上啊,那高太多了,我们没有法子跟他比。 啊,他的烦恼习气消除了一半。 我们没有办法了。 啊,依旧过的是烦恼的生活。 啊,所以说,这些修行人,啊,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思想行为。 啊,佛教里讲修行,不要解释错了,它不是迷信。 啊,我们的思想,错误,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我们的言语,说错话了,修正过来。 这叫言语,修正言语。 我们的行动,啊,造作,做错了。 啊,这就是身体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 修行是这个意思。 啊,把所有思想,言语,行为,错误的,统统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那么修行当然有个标准。 啊,在佛法里的标准就是经典。 啊,经典可以啊,大分为三大类。 叫经律论。 啊,经, 跟,跟论是我们思想的标准,思想行为的标准。 我们的思想行为跟经论不相应的,那就是错误的。 啊,那身体的造作,言语呢,这个就是戒律。 啊,戒律最基本的,就是,是谁啊? 这十条,啊,身,不杀身,不偷刀,不邪音。 啊,口,不妄语,不欺语,不黏邪,不握口。 啊,义,不贪,不沉,不吃。 啊,这个是绝对标准。 这是基本的标准。 越往上提升呢,越讲得越细。 不离这个原则。 总原则就是失调。 啊,今天, 我们生可义的行为啊, 做错的做得太多了,太离谱了。 啊,杀神。 啊,尤其是女孩子。 啊,她杀什么呢? 她杀人。 堕胎就是杀自己的儿女。 这个罪很重啊。 很可怕了。 联合国卫生组织发表的统计数字。 这个地球上, 每一年多胎的, 超过五千万人。 这婴孩, 你是怎么得了? 啊,那么再就吃的动物。 啊, 被杀,被吃的动物。 一年有多少呢? 是不是, 三十三亿是吗? 三千三百亿。 三千三百亿。 啊, 三千三百亿。 你说合得了吗? 啊, 古生鲜鲜鲜, 我们的老祖宗。 讲究的时候, 不杀神啊, 不伤害动物啊, 不能伤害别人啊。 这个数字太可怕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灾难? 啊, 这几乎是所有宗教里面都讲, 因果报应。 善因善果, 我饮我报。 啊, 为什么?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一待不如一待, 完全是走下坡。 我们这个年龄。 从日本抗战这个时候, 我们就记得很清楚啊。 这个七十年来, 我们算圣年一个阶段, 圣年一个阶段, 那就是一个圣年啊, 就不如上一个圣年。 那我们下面圣年呢, 比我们这个圣年还要苦。 这真可怜啊。 我们还不能够回头, 还不知道改过。 这些四, 只有圣贤教育, 只有佛经里面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特别是在先前六时代, 怎样趋吉避凶, 灾难来了, 许多人来问我, 我们怎样应对。 有人在准备粮食, 怕撒大灾难来的时候, 想到没有吃点, 没有穿点, 没有水喝, 都在预备这些东西。 那这个四情重不重要呢? 我们不能说不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把我们的念头转过来, 要真正忏悔, 要真正改过, 这个重要。 我们真正忏悔改过了, 从今之后, 断卧修善, 改邪归正, 断正心念, 这个灾难就可以平安度过。 到时候没吃, 会有人送给你吃。 这是善根善的感应呢。 中国古人说, 人算不如天算了。 修善极德要紧了。 这个才是治本的办法了。 人不知道修善, 不知道极德, 灾难来的时候逃不过。 《医教经》里面有个比喻, 这个比喻不难懂。 譬如, 泄水之家, 现在人生活浪费, 不知道泄福。 当然你的福报很大, 你的福报是过去深中, 深深深深深深究极的。 今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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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善的果报就出现 殷苦 是真的四十真相 一点都不假了 这桩事情千万不要疏忽 现在人不讲不教了 我这个年龄 上时候父母教啊 中国古时候三样东西 把国家社会安定好了 现在这三样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人心乱了 人心没有皈依 第一个是祠堂 祠堂教教啊 教是大根大本啊 人要笑没有了 那一切善就断掉了 第二个是孔庙 孔庙是尊师中道 你看祠堂孝亲 孔庙尊师 第三个成皇庙 成皇庙是叫英国教育 告诉你 告诉你 善有善果 我有我报 不管你认不认识字 你从小 你就知道这三桩事情 祠堂 每年一定有两次祭祖 亲民跟冬至两次祭祖 祭祖 慎中追悦 给你讲小道啊 上一辈的老人 做给我们看 我们不但听了 而且看到了 这就学会了 成皇庙 上一代的老人 我们的父母 祖父母 每一年 成皇庙去烧香 一定有好几次 带着小孩 那是干什么 那是接受英国教育 教小孩懂得 善有善报 我有我报 从小有这些概念 接受过这个教育 长大 一生 不敢做坏事 为什么呢 想做坏事 就想到成皇庙 阎王殿 那些雕塑 自然就止住了啊 那现在人聪明 说他那是迷信 统统要把他推翻了 社会乱了 灾难来了 怎么办 一筹莫展 从前帝王不好 帝王有这三样东西 叫人不造过意 叫人都规规矩矩矩做人 老老实实生活 过泰明安 过王愚痴 他能够做到过泰明安 现在人聪明 比他们高明 社会大乱 中国有一句谚语说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现在人不听老人 认为老人都愚痴 老人不懂科学 老人跟现在人比 差太远太远了 老人过的是太平日子 现在人过的是灾难的日子 近代的科学家 最近这三十年来 外国这些量子学家 他们研究物质 精神 自然现象 从哪里来的 很难得 他们把这个根源找到了 这是我们探卫 可以观智 机会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怎么会找到 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奥秘 被他发现 物质是什么东西 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 普朗普朗克 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老师 一身研究物质 物质到底是什么 这被他发现 物质原来是念头变现的东西 换一句话说 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 物质的基础 十一年 这一桩事情 只有大臣 法相为时里面 讲得清楚 今天科学发现 跟法相为时讲的 居然是一样 这个很令人惊讶 科学还在不断进步 看看有没有方法 把意念的根源找到 那么佛是怎么找到的 佛是用禅定的功夫 就是心里头清净 没有妄想 没有杂拈 没有分别 没有自主 最高的禅定 没有起心 没动念 在这个境界里头 心像一面镜子一样 宇宙的起源 万物的起源 我的起源 我自己从哪里来的 统统看到 那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科学跟哲学 也就是要找这个根源 把这种事情搞清楚 搞明白 科学是用素学 建立理论 然后再用精密的仪器 去观察 是用这种方法发现的 那么佛法里面 不需要这么麻烦 完全讲定功 就是真的讲的 绝名相 把名词 现象 放下 不要放在心上 力烦恼 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气情无欲 统统放下 这叫力烦恼 这个时候 你的心清净 心里头没有生灭 生灭是心里头的东西 这拉杂东西有生有灭 心不生不灭 这个不生不灭 是自己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中国人讲 良心 良心就是自己的本人 身体不是 身体有生有灭 良心没有生灭 但是我们今天 把自己的良心 当做别人的落双桶 别人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统统放在心上 就变成落双桶了 这个完全错了 今天人制造的落双 注意一下 你看每天这个落双车 在街道上 小巷子里面受落双 大家都看见了 看到那个东西 我们的心就是落双桶 就是落双车 到处就收落双 还有人把落双传给你 哪些呢 媒体 电视传给你 网络传给你 电影传给你 报纸传给你 杂志传给你 杂志传给你 在你一出门 大街小巷 你眼睛看着耳朵听着 通通都传给你 所以你那些良心 全都变成啰嗦了 你说你多可怜啊 你多痛苦啊 聪明人把这些落双通通清理出去 我完全不要 把心洗刷干净 如果要藏东西 藏圣贤人的教会 我们念佛人藏什么呢 就藏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其他的通通不要 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啊 你要好好地学这部经 这部经学多少你才知道呢 至少学一百遍 你才会知道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 你要学上一千遍呢 好啊 你就真得到 无量功德了 不肯学没法子 一百遍是基础 没有一百遍的时候 你 你还没办法接受 那为什么 他跟你太陌生了 你从来没听受过 从来没看过 这个世界有这么好的东西 所以刚接触的时候 半信半信 或者根本不能接受 一百遍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了 一千遍的时候 你可以享受到了 这个享受 就是从前 方董梅先生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你有最高的享受啊 没有一千遍呢 最高的享受 你得不到 你的真相性 我这一生 占了一点好处 就是对老师尊敬 对老师的教会 绝对没有怀疑 老师听话真干 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不经受 古今中外 所有成功的人 你细心就观察 观察他 决定是老师听话真干 凡是不能成就的 半途而废的 有识无踪的 都是不老实 不听话 不真干 这个东西搞明白 搞清楚了 那个快乐无穷啊 天上人间 找不到这种快乐 真的叫发习充满了 孔子说 学而实习之不宜悦乎 那个月是喜悦 不是从外出来的 内心就发出来 佛法将啊 发习充满 长生欢喜心 充满什么 充满宇宙啊 你多快乐啊 人生最高的享受 阿 尼 佛 佛 阿 尼 佛 佛 阿 尼 佛 报 罗 阿 尼 佛 Bundest